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918地震灾害之后 包括了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来到花莲进行勘灾的工作 而县长徐真伟和立委傅昆奇 也利用机会向中央来请求 支持灾后抢救的经费 以及振兴花莲的观光旅游措施 也当场获得了中央的允诺 江东部观光局也宣布 悠游国旅团体活动第二阶段 从10月1号开跑 而花莲地区最高可以补助4万元 希望能够抢救花东地区的观光产业 刘月福冯奇与花莲现场徐真伟 大力奔走且918长征之后 积极寻求外援 并且向总统蔡英文大声接呼 重视地方的需求 为了振兴灾后花莲观光 观光局而4号已宣布 悠游国旅团友补助第二阶段 10月1号开跑 更特别加码补助花东地区团体旅游 旅行业者带团到花东 每团加码1万元 最高补助4万元 与福冯奇 现场宣布表示 918正在为国家解的灾害 东线铁杜三座桥梁受损 其中新修库软溪桥 更是重创 评估需要半年以上才能够修复 观光首要为交通 对观光产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强烈要求以及建设中央 在振兴观光方面 拟定相关补助的政策 让国旅到东部观光 挽救经济产业 另外918正在各个公共工程 复建之后迫载没烧 不能够等待 要比照2018年0106地震的方式 紧急专案办理 复建工程工作 如果旷日费时 影响到地方振兴复旧 重要苦民所苦 吉民所及 日前总统财英文 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 视察花东灾情的时候 听到地方的声音以及要求 对花园及台东地区观光造成的冲击 这次交通部长王国才 引领相关协助花东观光政策措施 为此观光局对于 即将启动的第二阶段 团有补助提出花东特别加码条例 只要旅行业则在111年10月1号到10月15号 安排团体前往花东地区旅游 每团可特别加码1万元 只要符合基本行程条件 以及加码奖助的条件 再符合花东地区住宿停留的团体旅游 旅行业最高可以申请补助到 4万元 顾虑旅行业者积极招揽 旅客前往花东旅游 另外在月底花东铁路修复 月底复理18.8公里 停止区间将加密短程接驳车 无缝转程 让花东交通大幅降低不变 记得终于花车 我看出了 那边在月底下